我们就讲到了这个习啊 他眼光到底在看着哪儿 他都说哎呀台湾啊 不是这么回事 台湾已经是瓜熟地落了 是吧 他不用再考虑了 真正在考虑的什么呢 是考虑的是世界第三次工业革命 而这第三次工业革命呢 他不是现在看到的 他十年前就看到了 十年前已经开始了 伙计们 十年前他已经开始了 哎 那么现在他是要把这个成就 要把这个成就向全世界去推广 占领全世界 这个时候他才能够真正的成为 国际的所谓的 人们都说啊 他想做国际领导人 对是 我们怎么想呢 我们首先一个看一看 是吧 能够引领世界的潮流的 能够在世界上 能够有领导地位的 从世界的历史上看 主要的呢 就是这个前两次的工业革命 大家都知道 第一次工业革命 从欧洲开始 欧洲呢 当然是主要以这个英国 蒸汽机的发明 那蒸汽机的发明呢 他最后呢 体现全世界的这种体现 体现哪呢 他为什么那个 大家都得跟随呢 体现在交通上 他的交通先进 首先火车 再有一个 轮船 先进 他就是原来欧洲都是 木帆船 变成现在机轮船了 是吧 这个呢 已经有了世界很多年 大家都得去弄火车去 都得弄轮船去 所以交通呢 这个是非常 另外当时欧洲呢 还出了一批国家 不光是英国 以他为首 但是像这个 意大利啊 德国都很厉害 是吧 当时这个电报的发明 就通讯 也 也 也引导 这两个是比较 主要的 工业工业产品的 影响全世界的 影响全世界的 这个工业 所以呢 我们看到第一次 这个工业革命的结果 就是英国和欧洲 引领了世界 特别是英国 第二次工业革命 是什么呢 那就是二战以后了 是美国了 美国以什么为主呢 以高速公路 汽车为主 这个时候就不是 虽然很多国家都有汽车 但是高速公路 美国有 其他国家没有 汽车当时美国 生产第一大国 尽管日本和德国的汽车 都很厉害 也跟随着 其实他们是 等于是美国一波了 是吧 因为战后 他们都得清美国 所以 这是属于美国一波了 那么 因此他们 在 这个 汽车上 引领世界 也就是交通 结果又回到交通 就是工业革命 能引领世界的 主要代表 那就是 交通 同时呢 还有这个 我们讲的这个 这个 这个通讯 那美国的电话 当时 也是 引领世界的 比较先进的 而且普遍运用的 普遍运用的 美国电话 所以 交通和通讯 是两次世界的 这种工业革命的产物 也是引领世界的 影响世界最大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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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 或者是因素 因此呢 习近平 他看到了历史 所以 他就想到了 未来世界的工业革命 引领世界的是什么呀 还是通讯和交通 所以 中国 在 5G 技术上 飞速的发展 是国家支持 花钱支持 搞的 所以中国的通讯 也是走在前面 尽管美国打击 中国的通讯 但是现在 看来也 抗衡不了 特别是 这个 接受战 现在 你看 中东国家 包括现在 欧洲 欧洲好多小国家 都用中国通讯设备 用军起来 这个没办法 因为 世界 它本身 就这么一两家 是吧 那你不用中国 中国又最便宜 你不用他用谁 他技术又先进 你不用他 怎么办呢 是吧 亚洲 非洲 那都不用说了 是吧 特别是 现在 中国 这个 搞这一带一路的 承包人 整个 整个城市承包 包括那叫 印尼还是哪个国家 也是 中国给承包的 你这一承包的话 那所有的通讯 你都得用他的体系 交通 管理 什么什么 都得用他的体系 那么 中国 你应该提到了 这个城市承包 应该是柬埔寨 柬埔寨 对 然后呢 这个 你再看看 中国的交通 中国的交通 现在 电动车和高铁 世界第一 你要说 你要说电动车 那还有特斯拉 这个是 它的技术上 还是 但是现在制造上 以及这个销售上 中国都第一了 而且 美国现在 连特斯拉都在中国 盖工厂 你说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在未来的 十年里边 到二十年里边 是吧 电动车 取代 取地 取代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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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油车呢 油料车呢 是一个方向 查理 我在这边跟你交流一下 这个 这个 我前几天看到这个论坛上面 在讲 中国现在的电动车 因为你刚好提到了 我仔细地看了一遍 现在中国的网民的反应 就是中国的电动车 普遍地 普遍地超越了 而且论舒适度 论里面的配置 普遍地超越了 原来我们认为 在西方被评价非常高的这些车子 包括德国的 B&W 还有 Vans 另外呢 还有 日本的 Lexus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中国的电动车 在中国的网民 买来的评价 跟做比较以后 他们认为中国的电动车 代表了未来 性价比 也比这些老牌的 被评价很好的车 还要高很多 这是我对你做的一个补充 太好了 你这好 我还没有这方面的这个 那个信息 太好了 那么这个就 它代表世界的未来 还有呢 高铁 高铁更了火了 为什么 高铁原来 德国和日本 非常厉害 现在全都完了 全都打不过中国 中国现在排第一 而且高铁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你高铁 还有一个建筑铁路的问题 这个基建 那德国和日本 跟中国就不能 应该是法国跟日本 法国的GPC 跟日本的子弹列车 对 那说错了 那根本就不能比了 简直就是 根本就不能比了 所以呢 现在连美国都看不住 都得要用这个高铁了 因为这个速度啊 就是金钱呀 是不是 现在速度越来越快 所以 那么世界的未来 你欧洲 你要想发展 你不用高铁怎么行 现在不要说你了 中东都高铁了 台湾都高铁了呀 是不是 那那个非洲都要高铁了 那你欧洲能抗得住吗 欧洲你不搞高铁 美国不搞高铁 不高铁 你将来就落后 落后于别人了 那你就落后于别人了 所以 未来十年到二十年 占领世界的交通 能够代表交通了 那就是中国 就是像当年的英国 当年的美国 当年英国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火车 轮船 还有当年美国的 高速公路和汽车 现在中国就是什么呢 现在中国的高铁铁路 那就是中国建 你别人你建不过他 对不对 高铁你也做 生产也干不过他 是吧 刚才你说了 哈利中国真的 现在走国运 我真的觉得 我再做一个补充 这个高铁 一般来讲 就是大家 真正去想的话 它有几个重要的 元素存在 其中人口密度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高铁 还不适合在澳大利亚 或者是不适合在 美国的内陆农业州进行 因为搭乘的人不会多 你肯定亏钱 所以高铁一定要在人口密度 密集 度够的地方来做 才能够成功 才能够继续营运下去 包括很多现在 这个在中国大陆的 这个高铁的路线 其实是国家补贴 才能够继续营运的 不然的话 它是没办法的 所以高铁占了这么一个便宜 就是这个传统上面 东亚的这种 人口密集的地方 它做高铁 就能够有 这个继续 所谓的sustainability 就是这个可持续性 而在西方 尤其是在欧美 有些地方 它的人口密度不够多 它真的就没有办法 去做高铁 那么这个呢 也是有一个心理条件 所以说明的 后边当你整个社会 发展的速度的时候 你就会没有人家快 所以亚洲将是 发展速度最快的地方 这个你现在也 你看现在目前 那个东盟 这个上半年的这个贸易格 远远超过其他 远远超过 是吧 本来那应该是欧盟第一 现在东盟第一了 欧盟欧盟给比下去了 已经知道吧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这个这个趋势 那么刚才我们就回 回到这了 就是说 这个习 他十年前 已经就做这个准备了 现在呢 已经铺开了 大家就是 你不是说那个 大家老说 什么中国要那个 韬光什么 韬光养晦 韬光养晦嘛 人家就在韬光养晦 十年了 现在已经 战争已经暴露了 已经藏不住了 只能出来了 对不对 就是美国 为什么说你明年就垮 可是又是我第一大敌人 他能不是第一大敌人吗 他现在全面占领啊 对不对 他说了什么 什么3D5 3D5 不是叫什么 那个芯片了 什么的 那个芯片 本来三 就是三寸的那芯片啊 也用的 那个他的贸易额 也没有14寸的 用的多 知道吧 当然也重要 可是的话呢 中国早晚 他也会上去 就反正科技东西 早晚就上去 但是制作可不一定 像中国到现在 那个他们刚刚讲 国内那些高层人跟我讲说 到现在传统的一些 工艺的制作 中国还是比过欧洲 这个没办法 但是新兴的都可以了 没问题 就是传统的 还是不行 那么这讲到这儿 就是就是 你就可以整个看 说刚才我们讲到了 这个世界格局在变化 有用那个 用电池在变化 为什么呀 你看吧 第三次工业革命 这个就变化了 你就知道 他为什么在变化 他不能不变化 对吧 引领潮流 现在是中国在引领了 你怎么办 是吧 你没办法呀 这事 所以刚才我们 以前我们都不太了解 说中国的变化在哪儿啊 他为什么成为 美国的最大的对手将来 是吧 而且美国最 现在特别害怕他了 以前哪害怕他 害怕什么中国啊 对不对 那么以前我们讲了 中国联盟 然后又 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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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 这个打开了这个亚洲市场 又打开了非洲市场 现在又打开了中东市场 然后就是这些现在 跟工业革命 第三次工业革命 而这个是更重要的 因为你有了这个 你打开那市场 你才能进入 你没有这个 人家不需要啊 对不对 你有了这个大家都需要 都需要你知道吗 你电动车 全世界都需要 没办法了 你挡 你挡不住了 是吧 那日本 日本怎么不买美国的 那个电动车 现在日本的公共汽车 都用了中国的 什么亚迪啊 比亚迪啊什么 就是中国的那个 都用中国的电动车 是吧 那没办法呀 这事 所以刚才我们就说了 这个习真的在这些方面 是很有远见 而且它提前安排 提前走 等到你发现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 太空 也是一样 中国现在太空 可了不得了 现在美国太空 都快没了 NASA都快没了 NASA 是吧 俄罗斯现在也不搞了 它也不搞了 现在就是中国了 所以在其他的方面 我们就不多说了 像还有好多的 好多的这个行业 像什么无人机啊 等等 这个高智能 好多 我们就不提了 咱们就提 以世界 以三次工业革命 前两次的工业革命 来引领世界的是什么 通讯交通 现在咱们就以这个为标准的谈 中国现在通讯交通 引领世界 至少在世界的前列 而且你将来十年二十年 它会占领世界 阿里你还忘记了一个很重要的 除了通讯交通以外啊 还有计算机啊 手机啊 计算机跟手机 现在中国都是占大头啊 对啊 计算机现在 中国跟美国轮流执政啊 今年你是第一 明年它是第一 尤其大型计算机 没有没有 生产的话绝对是中国占大头 生产呢 就是生产 中国生产狂魔 机械狂魔 生产狂魔 这些来讲 我希望我们的观众 是吧 心平气和的 别那个生气 别就是说 凡是共产党拥护的 我们就要反对 凡是共产党 反对我们就要拥护 这个就没意思了 对吧 咱们实事求是讲这些东西 是吧 共产党不好 就是你该怎么骂 你怎么骂 但是它引领世界 这你也得承认呢 对不对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个 虽然它 它的GDP降到二点几 有人说 是吧 但是它的世界 它还是最高的 它对外贸易额 还是最大的 那你也得承认呢 承认不行 不 那个查理 你这个是有一点点 问题的 因为像印度啊 越南啊 它的经济成长率 都超过中国了 你说这个是 GDP还是什么 不是 GDP GDP成长率 GDP成长率 就是今年的 GDP成长率 对对对 这我还真不知道 那个你说的是 这个印度是超过4%了 还多了 不止 印度今年好像 至少有6%嘛 然后越南的话 可能更稍微更多一点 中国是7% 官方报道是7% 不是 不不 今年的话 就是按照这个 大家一般公认的 还有一些 这个金融机构 他的这个 预测 中国的经济 今年的经济增长率 确实是 这个 比较差一点 因为 多重的关系 跟房地产 经济下行 也有关系 但是你刚刚讲的 部分的 有道理 就是这个 有道理的地方 在哪里呢 就是从中国的外贸 来看的话 中国的外贸 并不表现 还是相当好 还是相当好 但是论整体的 GDP的增长的话 其实印度跟这个 越南的话 是超过中国 而世界银 世界银行 刚好发布了一个报告 就是说 中国今年的 经济增长率 是这个 四十多年来 首次的 低于亚洲的 发展中国家 OK 那这个呢 信息非常好 因为我上次呢 跟我在中国的 这个搞经济的朋友呢 就谈到这个问题 他就说呢 他说呢 现在对外的呢 就是很多的 就是预测 包括他们自己啊 就说中国的 跌到二点几啊 有跌到四点几啊 他说但是中国官方 可不是这样 中国官方还是报七点多 中国官方报的 还是七点多 所以所以他说这个 没有中国现在 呃原来定的 这个GDP增长率是 百分之五点五吗 定的百分之五点五 但是他达到七点多 就定的是百分之五点五 没有没有 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啊 疫情的关系 上半年到现在平均啊 就是到现在为止 大概还不到五点五 不到五点五 哦 那这个信息 还跟我的朋友说的 还不一样 我的朋友跟我说的 他是他们看到的 就是官方信息是 就是今年的 还是达到七点多 他告诉我的这个信息 那当然信息不一样 不管他那个了 反正就是说呢 你现在呢 呃中国的话呢 刚才我们讲的话 呃 那大家都是把他跌啊 都是把他跌的情况下呢 但是他呢 不管怎么着 刚才我们说的 外贸 外贸还是第一 外贸他还是第一 说明他的生产 生产的能力啊 还是强于其他的国家啊 但是他自己比较来讲 因为呃越南和这个 特别是印度 印度现在 他是人口大国啊 我了不得啊 简直是啊 所以他的生产 现在有很多 很多生产也都都都转到他那儿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外贸额还是不够高 这个这个这个 越南的外贸额也是不够高 这个原因是什么 咱们咱们不清 咱们咱们 因为我们只能看数据 我们现在只能看数据 刚才你说那个数据 也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得看数据 如果数据是这么说的 那你中国 你说明你的成长率 越南跟印度 跟中国比较的话 他有一个很显著的优势 就是他的人口 普遍比中国年轻 对 所以呢 他的年轻的人口居多 所以这个内需 包括一些 就是中国现在人口啊 开始老化 所以呢 人家说这个 对对对 差别在这里 对对 而且中国因为那个 人口你限制成长 原来限制那么多年 所以就没有孩子嘛 就老龄化了嘛 这个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中国的重大 当然这个问题上 尤其阶段 有很多的理论 都是阶段性的 所以也不能说 谁的理论就对 谁的理论就错 我们过去很多 比如我当年 这个 你像那个 我们年轻的时候 批判毛泽东 就是人口论 是吧 那中国当时呢 就说的 马英出的人口论是对的 毛泽东是错的 结果现在呢 人口又需要增加 说明人家毛泽东 那个人口论 也未必就错 现在看还行 是吧 那么这个 像这个当年 毛泽东提出来的 这个超英赶美 那都是我们年轻时候 的重点批判对象 是吧 毛泽东死了以后 就成为批判的 超英赶美 根本就不可行 现在已经超英 已经就在赶美 这人家毛泽东 没说错呀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 在反过头 看来一些 西方国家的 一些大的政治家 当年 这一百年前 就预测 世界的发展 当时根本就 谁都不大理 也认为 都是胡说八道的 但现在 哎呦 人家大预言家 这太厉害了 包括布洛金斯蒂的 一些东西 哇不得了 是吧 那同样也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现在的 有一些的 这个 理论 比如 比如我们小的时候 这个所学的 这个 书本的理论 是吧 这个整个的世界的 这个 社会的发展 是 五个阶段 原始社会 然后封建社会 然后是 这个资本主义社会 然后是社会主义社会 然后是共产主义社会 我们小时候学的 就这个 我不知道你们学的没有 我们那时候学的 这是课文 就是标准答案 现在不是啊 现在中国 原始社会 那时候什么 奴隶社会 然后他现在 封建社会 然后还加了一个 加了一个帝国社会 我不知道怎么 他就后来就从秦以后 都是帝国社会了 都不是封建社会了 原来是秦以后 都是封建社会 奴隶社会 完了是封建社会 这个定义跟我们以前不一样了 当然了 这也不能说谁对谁错 因为说实在这个定义 这个帝国社会 也不完全准确 如果要争论的话 也未必 那各说各有理 只不过大家都说 所以如果你要是用现在的就否定前面 这也未必就准确 但是呢 有的时候以前东西 那可能就 比如说中国的历史文字史 是吧 那在清朝之前 没有这个 这个什么 没有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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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发现这个 叫什么 这个 这个 甲骨文 是吧 所以那时候历史就比现在要近得多 现在一发现甲骨文了 历史往前又往前放了 是吧 所以这就都改了 所以 所以以前我们所用 所谓的 永远用标准的这些 这个所谓的课本的东西 去衡量 去讨论有时候实在是 不太应该 因为很多东西是在 是在不断的改变的 所以我们也得紧跟行事 随便而变化 但是呢 我们又不得不承认 是吧 现在 这个 第三次工业革命 中国是走在前面的 就你不管你印度今天发展怎么样 也不管你越南发展怎么样 你的交通 能引领世界吗 你的通讯 能引领世界吗 你的电脑 能引领世界 是在世界最前列吗 都做不到 所以你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影响世界的真正的大国呢 是吧 所以就就就相对来讲就很难了 当然印度是是是凶行勃勃 印度还是很凶行勃勃的 当然我对印度看不看好 因为我比较了解印度 不是那么一个简单的 就是能做到的一件事情 也许再过多少多年 查理你刚刚还没有提到 最近的这个交通 也有一个大的突破跟发展 也就是C919 正式的下限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尤其是 我觉得中国官方也可能 也刻意安排在十一 国庆节之前 这个公布这个C919的 这个C919 它算是一个里程碑 当有低价做出来的时候 凭中国的这个生产规模跟速度 中国的速度 C919会很快的完善 将来如果能够接到第一单 现在传出来 委内瑞拉好像感兴趣 如果能够接到 就是这种发展国家 发展中国家 只要有一百架 中国自己国内 它的内需有 比如说外面接一百架 内需有一千架的话 我们假设这样子的话 这一个产业就会发展的 出奇的快 中国以前的计算机产业 手机产业 都是这个循这个模式的 为什么能够那么便宜 是中国本身内需就非常非常庞大 我可以设计一个一款手机 我预定有一千万的销量 但我制造一千一百万 一千一百万只 一千万在中国销售 一百万只在世界各地去占领市场 这样子就造成一个非常良性的循环 同样的C919如果成功的话 能够接到外面的单子 现在已经接到了很多中国的 好像南方航公司 还是东方航公司 有跟C919定 好像是如此 所以这只是做一点补充了 就是你刚刚讲到的 交通通讯 现在我也听说有外国 轮船也是一样 现在中国造轮船也是世界最大两个 一个中国一个南韩 现在中国还是也是第一 也是速度最快的 所以这些东西的话 就是你就是要看到中国的一些 我们不能光看一个个体的 就要看总体的趋势 总体的趋势 然后整个这种的方向 我们应该这样子看 就是说刚刚提到了 印度跟越南 对不对 它的经济增长率 或许现在因为多重的原因 超过中国 但是美国跟西方 它的目光还是摆在中国 证明了中国有些地方 是让美国跟西方感觉到 构成挑战的 而越南跟印度不构成挑战 应该这样说了 另外一个他们的是 就像我们当年 是中国发展速度特别快 为什么 因为它的基础太低了 就是原来它的GDP太低了 所以它现在发展 你看着GDP高 可是它总量的还是差的 对 就是越南跟印度 也是GDP的基础太低了 太低了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也得看到什么 就是整个的未来的当量 因为现在中国 如果要不是因为疫情的话 原来我的朋友他们预测 中国在五年之内 GDP一定会超过了美国了 现在为什么美国 把中国看得这么重了 以前就原来美国怎么可能把中国看得那么重 这都是千万叶谭的事 现在确实就是从 因为你从现在国际形势来讲 中国的这个人民币 也逐渐的向国际化上发展 虽然原来只有3.7 但是现在可能要大大的增加了 尤其是这个欧元的下跌 然后中东啊 这个俄罗斯啊 还有这个很多的国家呢 现在开始用这个人民币做进行结算 这个呢 虽然跟美国美元还是完全不能比的 但是他也在发展 这个就是说 中国就是潜移默化的一点一点的往前 还是在往前拱 你可以看到他在往前拱呢 这个呢 就是都是世界的一些变化 世界的一些变化 我们呢 就需要看到这些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 因为现在世界格局真的已经开始变化 说百年这个格局之大变化的大变局啊 这个这句话确实没有说错 现在大家已经都看到这些 觉得这个过程和现在的结果已经展现了 已经展现了 好 今天聊挺好 好 谢谢这个查理 然后我相信这个观众啊 也会从查理为我们提供的资讯啊 听到很多的讯息啊 包括查理在上次指出了跟中俄之间的关系 以及中国跟中东的关系 以及未来中国的外交战略 我觉得查理说的还是非常非常准确的 今天再度的谢谢彭查理 金融化派 创作人 创始的人 来上我们的节目 非常感谢 谢谢大家 谢谢主持人 再见 上次再会 上次再会 谢谢i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